这一阵子的食安问题引发国人的不安 所以越来越多人就选择自己来栽种有机的蔬菜 新年区吉祥里的环保志工 就利用社区愉快荒废的土地开辟成菜园 不使用农药 利用有机的方式来栽种出来的蔬菜 格外的脆又甜 而更重要的是 家人都吃得非常的放心又健康 食安问题层出不穷 怎么吃才能安全又健康呢 于是乎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干脆自己种菜吃 位于新店区吉祥里的这个屋顶菜园 目前就有近十位的社区环保志工 在这里种植有机蔬菜 不洒农药而且使用有机肥料 甚至还自己做堆肥 就是希望能够确保吃下肚的蔬菜 一定是安全无余的 我们是尽量用有机肥来做 那当然现在我们大家慢慢的 有心的之后呢 我们也会把一些厨余 再把那些厨余做为泥土 那是用新的尝试 环保志工李派真表示 利用有机方式栽种出来的蔬菜 比一般市面上贩售的 还要来的清甜好吃 家人也都很喜欢 自己种的比较甜 然后比较嫩 跟外面买的那个口感差很多 然后自己吃起来就觉得说 很好吃 也很甜 然后也很脆这样子 家人也都很喜欢吗 对对对 当然都是很喜欢 因为这个是很安全 然后我们都没有撒农药 这块菜园不仅仅栽种出了健康的蔬菜 更提供了情感联系 以及教育的功能 邻居们多了互动交流 孩子们则可以学习到更多大自然的知识 邻居啊 大家就是说在这个地方种这个东西的时候 也能够增加友谊啊 联络啊 然后看着这个食物的成长 这些植物的成长 好像自己孕育婴儿一样 就觉得他在成长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那个心情是非常的喜悦的 当时想做这样子 让小孩子也是认识我们的那些植物 重新再认识 对让他们有看看我们的食物是从哪里来的 虽然大部分的志工过去都没有农耕的经验 不过大家凭着一股热忱互相观摩学习 渐渐地将杂乱贫瘠的土地变成了肥沃的土壤 在园里收成的蔬果越来越多 尽管想要吃到这里种出来的每一口食材 过程是辛苦的 但收获却是无价的 记者升级张曼琪新店采访报道